他们是一群亲情缺失的孩子 他们渴望母爱 六个许久未见到妈妈的农孙儿童 踏上进城探务之旅 体验妈妈在城市打工的辛劳 让思念在这个季节里不再遥远 让亲情填平母与子之间 那道心灵的沟壑 山东寿光 十二岁的寇安博 自幼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隔代人的溺爱 使他养成了任性 自我 暴躁的心格 孙子的私母之痛 让爷爷奶奶心疼不已 最后决定 有奶奶带着寇安博 去杭州找她的妈妈 山东寿光是浙江杭州 相隔近九百公里的距离 跨过高山 越过大海 遥远的是距离 却阻挡不了母子团聚的心 小妈妈在这里 小妈妈了吧 杭州 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杭州 被誉为人间天堂 这个不足十五平方米的租住房 就是寇安博在杭州的家 空间狭小 寇安博和奶奶在床上睡 爸妈打地铺 已经换上妈妈睡衣的寇安博 忘记路途的疲劳 把来到杭州的兴奋心情 此刻抒发了出来 起来 别让她骂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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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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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带 脾臭 脾臭 妈,我想退了那种感觉 放下去很难输 放下去很难输 好,你走吧 你走哪去的,不踏 踏哪 你踢出来 来,放这儿 放 放水 你放这儿 我把这儿放了点 把了 你老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中从清晨到午后 厨房忙碌的基本是准备工作 傍晚才是客源高峰 而一天营业额中的多少也是看翻台率 所以各道工序需要成熟的人手 儿子的到来成为火锅店的主角 福天最炎热的季节 但杭州人热衷于温度更高的火锅美食 依靠这家小店 扣安博爸妈有了稳定的生活 客源如知 香气弥漫 忙乱中 扣安博的上菜工序出现了差错 我好像没有点了这个菜 这个没给这个供完是吧 嗯 客人说没点这个菜 我给你上了 你上哪里去了 这是个小朋友上的 你上的 哪个 这个菜我们应该没点这个菜吧 供完你上哪里去了 上错了 妈 有没有上错 人家客人没点 然后上去了 你也不付钱 稍微等一下 等我等45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谢谢 谢谢 真的不好意思啊 上错了几个菜啊 上错了一个菜 多少钱呢 10块钱 钱东西不多 看不过你给人家 人家白吃了以后 人家还不付钱 不高兴 知道吗 妈妈跟你说要注意啊 知道啊 就跟妈妈收起来 这些可以了 不去的啊 妈妈在此时也提醒儿子 做事不仅需要热情 还需要专注 这次失误 给客安博的劳动热情 泼了一盆冷水 客安博真给我听话 头一天夜里的忙碌和劳累 使第二天清晨的寇安博 更不愿意起床 不停 喝酒 喝 蛤 疼疼吗 肚子痛,就自己感觉心里很委屈 别让干了是吧 别让干了是吧 好了 我不用一提 别给我们要申请也打起看去 对吧 别给我 别给我 对吧 别给我 别给我 别给他 别给他 别 不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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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没人叫开门 就他现在一下子也不听我们的 脾气太差了 在燕磷奶奶手里关的那房 见到妈妈的扣安博 表现出贴心而温顺 然而干起活来缺乏耐心 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已成习惯 而妈妈并没有像爷爷奶奶那样妥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此时 在妈妈严厉的呵斥声中 扣安博终于压不住内心的怒气 大动肝活 扣安博终于压不住内心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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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拖地门事件 在爸爸的坚决反对声中落幕 他现在这个年纪 你反心力是很强的 我认为就是你引导他 你不要用命令式的口气 长时间不带他来杭州 我就认为 我还不能让他干 带他玩一下 他妈妈就是这样的 你过来把东西出去 你越这样他越不想干 他妈妈要护着他的 那我是说孩子从小养成习惯 我们那时候苦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就没干 放学了割草 温度那时候我们也很苦的 十年前 妈妈许丽娟和丈夫 来到杭州打工 丈夫在外给别人开车赚钱 她在餐馆洗碗切蹲上菜 几乎干遍了餐馆的每一道工序 妈妈是个能干肯干 也会干的女人 十年的打拼 使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12年 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 终于开张了 扣完博今年假期来到杭州 从早忙到晚的妈妈 既开心又忧虑 希望和儿子短暂的相处 让她懂得妈妈在外打拼生活的不易 第二天 妈妈没有去店里忙生意 而是特意地留在家里 陪扣完博看书学习 从一周岁多一点出来 我们没有意见给她的母爱 意见都没有 真的意见都没有 小孩子的成长什么样子 我们都不知道 看到人家的小孩真的挺好玩的 看到人家小孩 逗逗挺好的 看到自己 看自己的孩子 没在这边 感觉很亏欠孩子 现在孩子长大了 不听话 我们现在放暑假 接过来 看 就是她干电火眼 说一件话也不听话 有没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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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录我呀 你让我看书 你让我看书 你不敢 你让我看书 帮你学习不怎么用的 她不好学习 急着她看书 看不下去的 就是贪玩 这个是最担心的 哎呀 这碰不扔 啊 这碰不扔 啊 这碰不扔 这碰不扔 啊 这碰不扔 你 你也一口气就不探了 你又给你阿公喝了 你再往下弄了 啊 哎呀呀呀 就你再往下弄了 就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发现妈妈不在店里 闷热的深夜 扣安博和爸爸 开始了四处寻找 这在哪里出找呢 这在哪里出找呢 上十五的多好时间啊 啊 十五的 店里没有 大排档没有 朋友那里也没有 妈妈能去哪里呢 焦急万分的扣安博和爸爸 决定开车去西湖找 他今天是干啥 在那里 在家里 玩 在家里玩嘛 他妈说 你要不到店里去干活 妈妈就闲着 不去干活可以 他在家里学习吧 他妈妈就给他抖了一本作文书 让他看 他抖我不看 抖了他妈妈一生气 说明就足了 家长我一定得 这个妈妈抖我餐厅了吧 来到西湖边 生气爱热闹的考安博 无心玩耍 他希望马上找到妈妈 立刻看见妈妈 可找了一个多小时 偌大的西湖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依然没有妈妈的身影 妈妈 妈 妈妈 妈 妈 哎呦 这么大个地方 妈妈去哪儿 嗯 这真的牛妈妈去哪儿了 奶奶 妈妈 妈妈回去了吗 妈妈 冰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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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行 别想长毛那边先 那边 耳光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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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我回家 冰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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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冰尿 这样子 冰尿 一会儿今天好 这时我们想到了 当时爷爷奶奶带寇安博 去青岛游玩时 寇安博为什么硬要拉着爷爷奶奶 围在礼品店不走 她要为妈妈精心挑选礼物 这也是妈妈第一次 收到儿子的礼物 在拍摄的二十多天时间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喜欢哭闹 冲动狂躁 叛逆不羁的寇安博 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内心脆弱 性格孤寂 无人倾听烦恼的寇安博 在二十多天的接触中 我们发现了寇安博 丰富的情感世界 她对爷爷奶奶发脾气过后的 忏悔和歉疚 她对爸爸妈妈 无法言表的依恋和不舍 我们看到了 这个年龄的孩子 共有的特性 寇安博 我们想对你说 要有自己的思考 有坚定的意志 坚持自己的追求 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要做一个 拥有精彩人生的自己 从现在开始 寇安博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